在燈光下播光玲玲 就像貝殼色澤一样 梦幻感十足 中国品牌心惊亮相 除了在外观上很下功夫 新功能也很有看头 不让旗舰机专美于前 Reno 12系列手机 搭载联发科 全球首发的天机7300处理器 让生成式AI功能完美呈现 像是拍照最恼人的杂乱背景 一键就能自动消除 而想要美照 无论是樱花林还是海边 只要动动手指 AI帮你换装 这次在不管是AI的功能也好 或者是整个硬体配置 或者是软体配置来说 其实我们的功能 都会有非常大的一个提升 希望是对比上一代销售 是增长百分之二十 中介AI机成为新战局 晶片厂高通也早就先行卡位 旗下行动平台 就包含支援装置上的 生成式AI功能 另外联发科又与Google强强联手 上市联发科晶片中的中阶手机 就导入了Google的AI技术 不过提到安卓阵营中的AI手机 当然少不了三星 拍照相机画素 还有网络速度都会在意 因为这功能很新一人 但是主要还是 我觉得还是要看一下价钱吧 剩时间啊 比较方便吧 就你一点击 你不用在那边修饰细节 三星的S24 Ultra S24跟S24 Plus 没想到S24卖得最好 因为价格便宜 也就是说 其实大家很想要用AI 但是希望呢 可以把那个价格 到大家可以负担的 跟AI相关就是 它的RAM的部分 你的RAM你至少要够大 然后再来就处理器 AI生成式技术 不再遥不可及 智慧手机也能一键操控 在这片蓝海中 除了品牌形象 价格具有竞争力 更能吸引消费者目光 三十万丈前流副词 台北报导